Hi 我是陈老师 上集我们讲二元对立 好像说到有些元 今集我们继续展开这个话题 我们所谓正面的体验 或者负面的体验 它本身并没有所谓好和不好的属性 只不过是我们强加了概念和标签给它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如何去看待这件事 例如说一个负面的体验 可能今年你被人骗了100万 在我们二元对立的世界看上来 这件事很明显是一个负面的体验 但当我们通过积极地面对 通过失去一些东西 再学会一些东西 再从中获得一些新的经验 最后为你带来另一个正面的结果 你完全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或者是咸鱼翻身 升价百倍 所以这件所谓的负面的事件 它就为你创造了一个正面的结果 同一道理 正面的体验也会有可能产生消极的结果 例如说你过了澳门 拉了一下老虎机 无端端中了一百万 但谁知道自此之后 你就染上了人了 那你说究竟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好 我们用一个什么的态度去看待它 它才是决定这件事 是走向好的还是坏的方向的关键 不在于这件事是坏还是不坏 是在于你对它的看法 以及以后所做的行动 在我们人生所发生的所有的情景 都跟我们对它的态度和反应有关 你遇到这件事 它是基于我们所散发出来的频率 你经常觉得自己是溃乏的 那你就会遇到一些溃乏的事件 你经常是风性的 你就会遇到一些风性的事件 但无论你遇到的是风性的事件 还是是溃乏的事件 你都可以用同一种看待的方式去看它 当你被人骗了一百万的时候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教训 是你重新出发另谋生路的一个启示 之后你真的可以另谋出路 咸鱼翻身 当你在老虎机里拉了一百万下来的时候 你都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我比其他人更加快获得我第一桶金 我可以用省回来的时间 做多些有意义的事情 也可以用这一百万实现我自己的理想 最后你又闯出了你自己的新的一番事业 你会发现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事件 只要你看待它的方式是一样的 你就会走回去一样的结果那裡 我们释放出负面的频率 所以我们就会匹配到负面的体验 但我们感受到负面的体验 并不代表我们以后不可以再选择好的体验 你同样可以因为这一件负面的事件 成就以后好的体验 只不过看起来你的路 就要比我们用风盛的频率 所吸引到的好事要更加曲折一些 但你会发现你走向的终点其实都是一样 通过这两件事 我亦都可以走到封城的那个点 实现自己梦想的那个点 同一道理 当我们被骗了一百万的时候 我们开始叛屁自己 觉得这个人世间所有的人都是坏人 自暴自弃 之后我们整个人生 会不断在失败和溃乏游走 另一个场景 我们拉老虎机中了一百万 但你的内座依然认为 我哪有那么好彩啊 我哪有配拥有这些东西 所以最后你赢回来的钱 亦都会输回给别人 或者通过任何的形式 在你的身上流走 最后你依然都会走回去 溃乏和那种生无可恋的状态 因为你看待每一件事 你的感受和看法没有改变 就算你偶然遇到好东西 你都会把东西还回给别人 所以无论正面或负面的体验 它本身就是忠性的 它就好像一块镜子 把你的内在现在的样貌 反射给你看 你的所思所想和言行 就会吸引和你现在 频率一致的那些人事物过来 你不爱自己 你会发现你就是一粒仆街磁石 吸引起来的全部都是战烂 通过这些实相来展现 你没有能力去爱自己 不过你真的要搞清楚 这些人的存在 其实是为了想令到你知道 你自己正在散发一些这样的能量和频率出来 你的内在并不爱你自己 然后提醒你等你去决定 你是想继续吸引这些不爱你自己的人来 还是你想作出一个改变 我们前几集讲过一念一世界 你的人生走到今时今日这个节点 可能有30%是你的命所谓整定的 但至少有70%是你自己的责任 如果你觉得在你周遭 你所见到的事物 全部都是负面的 又或者你正在创造某些负面的事物 其实在提醒你 现在的你就是这样 如果你并不喜欢现在这种状态的你 那你便用相反的方式去鼓励自己 令到你变成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你 散发出一些你比较喜欢的频率 每一次当我们遇到这些所谓的坏事负面的事情 他也是一次提醒 提醒你来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你越走越远 提醒你是时候转回 做回你想做的事 感受回你想感受的事 所以一件负面的事件 就真是如塞翁失马一样 厌至非福 你可以通过这件事 认清楚自己负面的定义 认清楚原来你不够爱你自己 认清楚原来你太过愧乏 当你了解这些事情之后 你的人生的旅程 就可以继续前行 可以走回正轨 走回你想走的方向 又甚至乎可能是这件事 它背后还会有更加大的原因 你甚至乎不知道 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但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高我是全肢的状态 而我们并不是 正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之后会怎样 我们的人生才好玩 我们的体验才有意义 如果我们什么都知道 那还体验你做什么 就像我如果不是经历过 人生的低谷 今天你是不会听到我在分享 我可能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我 我不敢说 我做这一类的节目 有多伟大 可以帮到多少人 但是哪怕可以帮你 现在听着的你 解决一个心里面的难题 我之前所经历的 那么大的人生的低谷 它就有它存在的意义 它不单止帮我 走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令到我可以做到 我内在很想做的事情 同一时间 我亦都可以适当地帮到一些人 这件事是利己利他 假如你的人生的功课 是要觉醒 是要去帮助其他人 去爱他自己的话 你会发现 无论你经历过些什么 你的人生的功课和议题 它都是不会改变的 你通过经历低潮 而去完成你的人生功课 走向觉醒之路 做一些你开心的事情 还是通过拉一下老虎机 而直接省时间 令到你可以用空余的时间 去帮人去学灵修 通过这样而觉醒 无论你怎样选 无论你经历些什么 你始终都会体验到 这一场人生的功课 不过每一次 当我们面临一些大的挫折 和低谷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 并不会想到那么多东西 你可能看不清大谷在哪里 所以我们都会有一段时间的 颓废的时期 不过也是那一句 如果你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改变你对某一件事的看法 无论这件事是正面还是负面 你都相信它 相信它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是可以帮助到你 成为更好的你 任何困难你都可以跨过 遇到每一件事都好 我们都应该用一个中立的角度去看 用一个抽离的状态去对待它 不要被当时的情绪所牵半 我们知道 我们是不喜欢经历这些情景的 但由于你已经知道 它的存在是有原因的 所以就算它是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 我们都依然可以使用积极的方式去对待它 用一些你比较喜欢的方式 去体验这些你不太喜欢的东西 那你一定会有所得着 就算外在的情况看上来很差 每天有900多个电话出来还钱 你的另一半天天天在呱你 吴你 吴你 嫌弃你 你不需要将这些事情定义在这件事上 外在的情况看上来有多差 其实都影响不了你 因为你如何回应这件事 和如何看待这件事 才是你的重点 当我们对对与错 好与坏 和看待议员对立的视角 越来越模糊 这就意味着我们越接近我们的高我 或者我们的灵魂它的角度 我们会见到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我们会慢慢找到一个平衡点 当你到达这个平衡点的时候 你就会拥有另一种视角 令到你可以允许正面和负面 以一种平衡的状态存在在 你就像一个上帝那样 可以用上帝的视角 同时看到正面和负面的存在 也可以随时决定 用正面的方式去体验这件事 还是用负面的方式去体验这件事 我们一般的人对待太极图 会站在黑色那一面 又或者站在白色那一面 但是如果你是平衡状态 你就会以上帝的视角去俯视这个图案 你会见到黑白同时存在 而你想站在黑那边又可以 站在白色那边也可以 得着 当你意识到 你自己也都有黑暗和光明的一面 甚至乎还可以通过那两个点 太极那两个点 瞬间由黑暗切入去到光明 或者由光明瞬间切换到黑暗 那你对世间的所有事物 都会拥有完全的选择权 所以那句话是对的 只有小朋友才会选择 大人全部都要 只有小我才会选黑色和白色 高我全部都要 无论你此时此刻 是处于黑暗那一边 还是白色那一边 光明那一边 下一刻你都可以自由地选择 站在哪一边 太极图那两个点 就是黑进入白和白进入黑的入口 如果你真的可以穿越到这两个点 那你就真正明白了道家的奥移 你从来都拥有进入任何一边的能力 也是我先前提到的一个哲学的概念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存在好人或者是坏人 当一个好人他在做好事的时候 他是一个好人 当一个好人他在做坏事的时候 他就是坏人 同样道理 当一个坏人在做好事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好人 当一个坏人在做坏事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坏人 如果你可以在黑暗面那里 放下图刀 跳入白色的洞里 你就可以立地成佛 同样道理 如果你在白色的一面 拿起一把图刀 跳入黑色的洞里 你也可以马上成魔 讲了这么久 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 但今集就先讲到这里 我是陈老师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不过我知道我都是 再见